六小灵彤大闹导演杨洁的葬礼 直接在他的葬礼上打上广告 不光如此就连杀尸体的葬礼他也不放过 都为自己的作品宣传了一波 早在17年前 六小灵彤的阴谋论就被曝光了 从而当时杨洁被六小灵彤举报 没想到台长还真的相信了 害得杨洁差点丢了职位 随后师徒自然受邀 与杨洁一起去新加坡宣传 没想到六小灵彤直接不去 就这样杨洁孤零零的一个人去了新加坡 杨洁成就了六小灵彤 却没想到被这样针对 这一切的起因还得从六小灵彤接私活开始说起 传闻是六小灵彤先提议接私活 在此之前杨洁曾规定过 私底下是不可以接私活的 没想到杨洁然还是违反了 此时杨洁知道之后十分生气 六小灵彤却觉得杨洁太小题大做了 就抓住了杨洁其他的把柄 干脆就把杨洁告到了台长那里 没想到杨洁因此事真的受到了影响 后来为了宣传影视剧西游记 杨洁邀请师徒四人一起去新加坡 大概六小灵彤还在埋怨之前的事 于是就提一样都别去 就这样杨洁孤零零的一个人去了新加坡 听说从此之后杨洁与师徒四人就结下了院 最戏剧的就是在杨洁的葬礼上 六小灵彤的出现经到了在场的来宾 很多人觉得六小灵彤这一次肯定不回来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来了 只不过六小灵彤这次是暴力目的来的 六小灵彤直接在杨洁的葬礼上打起了广告 就连杀师弟的葬礼他也不放过 不光杨洁害怕六小灵彤 就连周星石他都害怕 周星石早期拍摄的电影《大话西游》 就被六小灵彤嘲讽说 你毁了孙悟空这个角色 孙悟空哪能跟妖子谈恋爱呢 后来兴言又拍摄了电影西游相谋片 常文兴言本来是打算继续拍三部的 只是有了六小灵彤的抵制 导致风评不是很好 所以才会一拖再拖 你们觉得六小灵彤做的对吗 周星石和六小灵彤谁更合适 孙悟空这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